禁难之乱生死不明明慧帝朱允文皇后马氏 公元1368年朱元璋按照丽迪的传统 丽迪长子朱镖为皇太子 为了确保朱氏王朝的统治 他又开始大肆屠戮功臣而封自己的儿子为王 予以后路分住在全国各战略要地 朱元璋的用意是立太子为天下本 用宗式以为天下平凡 既可以不予反侧又可镇压一切一己力量 然而他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在立太子的同时 又大力培植 加强朱王的军事政治力量 为这些朱家皇室子弟窝里斗埋下了祸根 反而对皇位继承和兴使皇权造成了极大威胁 公元1392年 皇太子朱镖去世 朱镖有五子 长子早妖 第二子朱允文便居长了 朱元璋乃按照传统 策立十岁的朱允文为皇太孙 朱允文的性格仍柔寡断 而当时 朱王都是他的叔父 且多久经沙场 屡见战功 手里又握有重兵 自然没把年轻懦弱的朱允文看重 但是朱元璋健在 朱王为其威势 不敢犯上 转眼三年过去了 朱允文已满十六岁 到了成婚的年龄 皇太孙既是未来的皇帝 皇太孙妃即是将来的皇后 顾选婚更得精益求精 经过严格的筛选 光露少卿马犬女 历措群芳 却凭重选 公元1395年 朱允文大婚 册封马氏为皇太妃 婚礼按照六礼顺序进行 场面几乎同于皇帝 侧后一般隆重 朱元璋看到皇太孙长大成人 成家吉利业 心里多了几分宽慰 世年 马妃怀龙胎 生龙子 取名文奎 68岁的朱元璋真是乐不可知 公元1398年 71岁高龄的朱元璋 与世长辞 遗诏让皇太孙继承皇位 朱允文做了皇帝 改年号建文 人称建文帝 第二年即公元1399年 册封马妃为皇后 长子朱文奎为皇太子 朝野庆贺 歌舞升平 仿佛太平无事 暗地里却危机四伏 各王府不断出现谋反的迹象 基于皇位 特别是朱元璋的第四子 朱允文的四叔父燕王朱帝 早已蓄谋夺权 在王宫中私制兵器 偷印宝钞 招兵买马 搜罗党羽 对朝廷造成严重威胁 建文帝和兵部尚书齐太 太长四亲皇子成 深知朝廷权力处境之危待 但是 燕王蓄谋已久 仓促难途决定先销费周 齐等王 捡除燕王的手足 然后再搅燕王不迟 于是 建文帝上台之后 便全力废除诸王 实行坚决的削藩政策 数月之间 彻免周 乡 齐 代明五个亲王的藩王爵位 废为数人 智勇有大略的燕王朱棣不甘示弱 他统率十万大军先发制人 于同年七月起兵 为了以示行为正义 他打出了清军策 禁难的旗号 朱家王朝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就这样全面爆发了 朱元璋尸骨未寒 他的子孙们就兵戎相见 交相胜讨厮杀 史称此次皇室斗争为禁难之意 经过三年恶战 朱棣终于攻陷南京 朱棣命臣下搜捕建文帝 臣下答说想必建文帝已自焚了 朱棣遂令撰写记文以记建文帝 并在众多尸骸中随便寻出两具遗骨 当作建文帝与马皇后的尸骨 以帝后的礼节安葬 然葬帝所在 无人知晓 也没有追赠妙号诗号 由于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帝后到底死还是没有死 若没有死又在何处 谁都无法弄清楚 在明朝帝后实习中 建文帝和马皇后一直没有正式的地位 直到清乾隆元年才上了 嗜好功名会皇帝 而马皇后始终没有嗜好 也就无正式地位 而最可怜的还是马皇后的两个儿子 当年燕王攻入南京 皇太子朱文奎在皇宫起火的一片混乱之中 不知去向 当时他仅是七岁的孩童 仅有两岁的幼子广王朱文归 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 称为建树人 公元1457年 复辟后的英宗动了侧乙之心 下令释放建树人 拨给宦官二十人 碧切十余人 昏取出入自便 颇善安置于凤阳 这就是一刻的 基礼 基礼 阅